两名警察在派出所值班时被人活活打死 眼前这个枪法精准 心黑手辣的男人 正是号称中国第一汉匪的白宝山 为抢夺枪支 刚刚刑满释放的白宝山就袭击了派出所 从容离去时 还不忘帮警察关上电视机和电灯 除了袭警外 穷凶极恶的白宝山还先后在北京 河北两地袭击了当地驻军大北 打死打伤多名战岗哨兵 抢夺五六师八一师长枪各一致 紧接着抢夺到枪械后 处心积虑的白宝山又在闹市区犯下了良机 害人听闻的抢劫杀人案 打死无辜群众十余人 抢夺现金一百四十余万元 他的疯狂和凶残 令京城四面八方位置震动 因此白宝山案在当年被称为中国刑侦一号案 而这个中国第一汉匪的故事 还得从八十年代说起 一九八二年前后 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 看着每天一层不变的窝窝头和怀里 嗷嗷待哺的孩子 白宝山决定靠道窃发家致富 起初他只能算个小毛贼 只敢偷偷别人家晾晒的衣服 和停在院子里的自行车 但是后来 随着他每次行窃的屡屡得手 白宝山的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大 从进入居民家中偷窃电视 到工厂里的轮胎 但凡你能想到的东西 白宝山几乎都偷了个遍 这天他又跑去偷邻居家的玉米 结果刚好被主人撞见 对方对他一路穷追猛打 情急之下的白宝山 随手拿过一根木棍 给了对方一下 就是这一棍 犯罪性质由盗窃变成了抢劫 最终 白宝山因抢劫罪 被判处在新疆石盒子监狱服刑十四年 也为此事 新婚妻子和他离了婚 带走了一对子女 狱中的白宝山看不到希望 变得心灰意冷 从那时起 白宝山便埋下了仇恨社会的种子 这段让人遍体生寒的毒白并非赌撰 而是真实出自白宝山之口 石盒子监狱的服刑生活非常艰苦 每天天刚擦亮 犯人们就得早起去农场里干活 这天 白宝山也为不堪重负 昏倒在地 休息期间 一个叫李洪亮的老囚犯告诉他 让家里寄点钱 给监狱买几头牛 就能成为自由犯 所谓的自由犯 不用像其他犯人一样干体力活 而且监狱会给单独安排住处 出入也比较自由 经理洪亮提点 白宝山让家里凑了一万块钱 买了七头奶牛 从这天起 他便和另外几名囚犯一起 成了专管放牛的自由犯 因为此事 白宝山和李洪亮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 在得知李洪亮当过兵后 他经常向对方请教关于枪械的各种知识 一直以来 白宝山有个梦想 那就是出狱后搞个三百万 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而要想实现这个梦想 他必须想方设法先搞到一支枪 正当他最新于打造出狱后的宏伟蓝图时 一个叫李湛玉的犯人进入了他的事业 在鱼龙混杂的监狱 总有那么几个爱闹事的犯人 而李湛玉正属于此种类型 他占着自己人高马大一级和管教的良好关系 经常过来欺负白宝山 然而挨了打的白宝山并没有还手 他不在意地拍了拍尘土站起身 我不想跟你打 打青的 不管是 把你打死 不是家刑 就是墙壁 对于此话 李湛玉不屑一顾 他以为是白宝山出于面子 故意这么说 然而他不知道 白宝山这个人非常记仇 还极度危险 几天后 见四小无人 他偷偷在墙边挖了个大羹 然后以自己的钱卡在墙缝里为游 找李湛玉过来帮忙 起初李湛玉根本懒得搭理 可白宝山承诺 只要李湛玉帮忙把钱取出来 他就请客吃酒 一听到市城之后有酒喝 李湛玉就傻乎乎地跟过去了 正当他专注于抠墙缝里的钱时 身后的白宝山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榔头 将对方一榔头敲死后 他把尸体推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大坑 用途给埋了 为了避免给人发现 还拿铲子铲掉墙上的血迹 再用水冲洗了一番 做完这一切 他就主动跑去报告管教 揭发李湛玉越狱了 对于此案 监狱方也曾做过调查 不过后来因为实在找不到 白宝山作案的证据 只能以李湛玉逃脱做了结论 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 李湛玉还有个马仔叫段克军 也是个自由犯 因为也曾和白宝山起过冲突 之后的某天深夜 白宝山故技重施 再次用榔头将熟睡中的段克军敲死 然后埋在了距离湛玉不远的土坑里 两人都因得罪白宝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犯下人命案的白宝山 不仅没有被发现 还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被监狱方减免了一年刑期得以提早出狱 1996年3月7日 经历了13年监狱生活的白宝山 终于被释放 他一路风尘仆仆的从新疆坐火车 回到了北京 当他走出北京站 发现外面的世界 如今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能说白宝山一出狱就想要犯罪 他也渴望过新的生活 打算经商致富 当然他还有一条备用计划 做自由饭期间 他曾经从新疆牧民手里 买了一百多发子弹 这些子弹 他全带了回来 迈进家门的那一刻 母亲见到坐牢13年的儿子 平安归来 伤心地哭了起来 对白宝山来说 自己的这位老母亲和一对子女 是他最挂念的存在 晚上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个团圆饭 白宝山坐牢归来身无分文 在母亲的暗示下 弟弟当众掏出一千元 给他截然没至极 弟媳看到后 虽然很舍不得 但也没说什么 第二天 弟弟又带他去附近商场 置办了一身行动 换掉老土的衣服 和破旧的解放节 接着 两人又来到辖区 派出所办户口 然而这里的民警 看他是个劳改犯 却有意刁难 你这户口马上办 办不了 起码得半年 为什么呀 我已经释放了 我这有释放证书 我是合法公民吧 白宝山的弟弟健壮 连忙上前说好话 才让事情平息下来 一家人晚上凑在一起商量 怎么会赶上这么个警察呀 哎呀 没办法 咱们这片啊 就归他管 他们是不是想咱们送礼啊 不送 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拿什么送他吧 白宝山恨恨地消着树枝 在那个年代 如果没有户口 就找不到工作 也就谈不上重新开始 改过自新的希望破灭了 如今 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一条路 那就是犯罪 白宝山第二天特意起了个大早 赶到天安门广场 但和别人的目的不同 他不是来观看生气仪式 而是用眼睛死死盯着武警手中的枪械 他很清楚 在这里动手无异于自杀 他转而又鬼使神差地来到秀水街 一边洋装修理自行车 一边仔细打亮使馆门前的武警战士 虽然他也知道 自己的想法恐怕是白日做梦 但他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犯罪冲动 1996年3月31日深夜 白宝山再次把目标 转向了石井山高井热电站的值班哨兵 此时 武警战士李小龙正和往常一样 检查港亭里的值班记录和通讯设备 殊不知 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死死盯着他 此人正是白宝山 在等待了许久后 见李小龙拿起电话和朋友拉家长 白宝山跑去旁边的工地拿了一根钢管 然后趁对方不注意 把随身的挂包放在地上 当一切准备就绪 他往地上丢了一颗石子 走出港亭的李小龙 很快发现地上有个挂包 他疑惑地上前去查看 就在这时 白宝山出现在身后 一管子打在李小龙后脑 当场把他砸晕了过去 得手后 白宝山迅速拿起地上的五六式长枪和挂包 逃之夭夭 几分钟后 满脸鲜血的李小龙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长枪已经被抢 他连忙跌跌撞撞爬进港亭求救 成功打结了一支五六式步枪 白宝山似乎并不满足 仅仅一个星期后 他又把目标对准了装甲兵司令部 晚上十一时许 直勤士兵张德明走出大门 伸了个懒腰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对面的墙眼里 正有一支黑洞洞的枪管对着他 两次射击 一次击中左肩 一次击中右屁股 受伤后的张德明一瘸一拐地逃进警卫室 按响了司令部的警灵 见状 白宝山没有恋战 果断转身离去 案发后 警方立刻带人封锁了石井山通往外界的一切道路 然而 此时的白宝山并没有着急离去 他不慌不忙地把枪埋到了一处小树林里 定就地休息 一觉睡到了天亮 次日清晨 他假扮成一个早起锻炼的人往山下跑时 忽然被三个巡逻武警拦住了去路 见对方追根问底 白宝山没有隐瞒 把先前刁难他的民警名字说了出来 也幸亏他没有撒谎 旁边的武警表示自己恰好认识那个民警 直接掏出电话打了过去 在证实了白宝山的说辞后 武警放走了他 白宝山似乎很享受这种猫鼠游戏 当天晚上他就返回小树林取回了自己的五六室 然后拦下一辆面包车准备回家 本以为此行会相安无事 然而在回家途中意外发生了 由于昨晚的袭击案 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在街头巡逻 而他的面包车也不幸被警方盯上 见甩不掉对方 白宝山果断让司机停车 连开四枪打倒三名武警 不得不说 从来没接受过射击训练的白宝山 表现出了超人的射击天赋 这种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面包车司机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 一脚油门下得夺路而逃 而警车刚想追 却发现轮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被打爆 另一边 两名武警见不到歹徒的踪影 便放弃了搜索 而此时的白宝山 就躲在距他们脚边不远的草丛里 死死地盯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也幸亏两人没有继续搜索 不然也只是白送两条人命 看到这里我笑出了声 这个司机大哥真是有性格 这晚发生在石井山的遭遇站 又称408案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 7.62毫米的不击弹弹格 弹底标识显示器5-81 而根据现场情况 以及凶犯的射击技术 警方认定 此人极有可能是一个 当过特种兵的退伍军人 而且有可能参加过越战 如果他们知道 白宝山只是一个 做了13年牢的劳改犯 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 事情过去几天后 先前那个面包车 司机主动跑来投案自首 然而从他口中 警方并没有得到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只知道对方身高1米8左右 说的是北京普通话 司机回忆 当时凶犯称自己 要在337路汽车总站下车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判断 凶犯很可能就居住在 337路汽车总站附近 警方立刻组织警力 对汽车总站附近的居民楼 展开了拉网排查 不得不说 这一举动还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 白宝山的确就居住在汽车总站附近 当两个便衣敲开他家大门 谎称是过来人口普查时 立刻引起了白宝山的警觉 然而预示不慌是白宝山的一大优点 也是他日后犯罪屡屡得手的保障 他们带微笑 不慌不忙的向两人解释家里的情况 神态轻松自若 这时白宝山的母亲 见家里来了客人 便出来打招呼 听闻此话 两名便已打消了最后一丝疑虑 起身离去 据后来回忆 白宝山就像他们走访的大多数住户一样 并没有给两位警察留下任何特书的印象 然而就在此事过去半个月后 白宝山选择再次出手 这晚他又把目标对准了 八一射击场的站岗哨兵赵海刚 连续三声枪响 惊动了同在值班的哨兵刘家旺 见到凶犯的刘家旺没有打电话求救 而是直接钻进被窝 做起了鸵鸟 白宝山作案有一个习惯 那些没有妨碍他的人 他一般不会下死手 等到白宝山走后 刘家旺赶忙跑去查看赵海刚的伤势 见赵海刚已经死亡 刘家旺吓得手足无措 这时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来了 射击场里的领导听到枪声 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 刘家旺却谎称外面一切正常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刘家旺被吓得谎话连篇 可以看出白宝山的举动 给他的心里造成了多大的阴影 事后白宝山偷偷返回家中 藏好自己的五六事 这次袭击八一射击场 他原本只是想搞一支手枪玩玩 可没想到哨兵赵海刚随身佩戴的 只是一个空枪套 里面根本就没有手枪 白宝山因此工会议会 而另一边 警方在八一射击场的凶案现场 发现了几枚弹壳 弹底标识显示器5-81 这证明该此袭击案件和之前的系列案件为同一人所为 这让刑侦处处长刘维震大为光火 让警方想不到的是 在八一射击场犯下血案后的白宝山选择了潜伏 他需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犯罪计划 这天蒂夕在母亲的嘱托下 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此人的名字叫谢玉敏 来自四川 独自一人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里卖不了 白宝山在偷瞄了一眼后就匆匆离去 然后对蒂夕表示 这个女人还不赖 可以相处相处 而谢玉敏似乎也在刚才的相见中 对白宝山颇有好感 你看行吗 那时候年轻 偷过别人的东西 这算啥呀 人家去大西北这里面早就改好了 你刚才也看见了 人都老实 媒婆的话听听也就算了 居然说白宝山老实 谢玉敏就这样 被自己的闺蜜狠狠地坑了一把 之后他和白宝山的关系迅速升温 两人很快就住到了一起 有了女人之后 白宝山并没有安分守己 而是再度刺激作案 这天他偷偷瞒着谢玉敏跑到了河北徐水 徐水的某家饭馆里 正在吃饭的白宝山发现一个小孩正在碰他的东西 趁小孩母亲不注意 他偷偷咬了一勺热汤便泼了过去 故意把小孩弄哭 避免自己的宝贝被人发现 白宝山的这个宝贝正是从哨兵手里抢夺来的五六式步枪 翻后他把枪偷偷埋在了一处果园里 方便下次作案时随时拿取 紧接着又对果园附近的军营进行了踩点 摸清哨兵的轮班时间 每次作案白宝山总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对手 力求做到万物以失 几天后当他认为时机成熟 他又回到了徐水 偷偷挖出果园里的五六式 然后静静的等待太阳下山 1996年7月26日晚 徐水军营的沐红阳 陈建军 秦鹏城三人执夜班港 他们像往常一样上岗执勤 然而就在他们几米开外的树丛里 白宝山已经整整潜伏了四个半小时 只见他悄悄举起五六式步枪 准备将三个哨兵一口气全部干掉 急声枪响过后 两名哨兵硬生长度 而班长沐红阳也为反应迅速 通过打本的方式 躲过了致命的子弹 然后进入值班室 拉响了警报 可白宝山就是白宝山 见刑际败露 一点也没有慌张 他大不留心走上前去 抢走哨兵的配枪 这把枪就是他接下去的日子里 最重要的作案工具 八一杠 当军营里的大队人马杀出来时 白宝山早已消失在夜色中 然而徐水的这支部队是一支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老部队 没过多久便组织兵力搅赶脚地追了上来 可他们却追错了方向 以为凶犯会跑到公路坐车逃离 谁知白宝山却反其道而行 他跑到附近的一处废弃砖窑里 就地休息 一觉就睡到了天亮 之后 他用随身携带的弓兵铲 在砖窑外挖了个土坑 将两支步枪都埋了进去 还不忘在墙上做好标记 方便日后过来拾取 小心谨慎的他 还不忘把子弹埋在另一处坑洞里 和枪支分开保存 做完这一切 他换掉做暗示穿的衣服 然后大摇大摆地坐上了开往北京的中巴车 路途中 汽车碰到了拦路检查的部队官兵 可白宝山却抱着戏谑的心情 和对方聊起了天 此时的白宝山 很是享受逍遥法外的快感 他早就将枪械和子弹 以及挖掘用的工具 藏到了徐水的废弃砖窑里 面对士兵的检查 他的跨包里只有一幅太阳镜和几本杂志 检查完毕没有发现异常 士兵们只能选择放行 可就在几分钟后 中巴车又被另一群武警拦住了去路 这次他们要检查乘客的身份证 可以看出 为了击捕白宝山 部队和武警是花了大力气的 然而白宝山的镇定自若和随机应变 让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逃脱追捕 与此同时 警方在徐水军营外 再次捡到弹底标识 75-81的弹壳 并在农田提取到了一枚41码鞋印 不过恰恰是这枚鞋印 给之后的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困扰 专家根据足迹判断 犯罪分子的身高应该在1米72左右 可谁也不会想到 白宝山的脚一乎寻常的小 与身高不成比例 他的实际身高达到了1米8 这一点 让白宝山之后多次露出了警方的筛选范围 次日 白宝山提出 一起回谢玉敏的四川老家看看 本来是一件好事 可这时的谢玉敏反倒哭了起来 原来谢玉敏早已结婚 他的丈夫待在四川老家负责照顾老人和小孩 他则一个人跑到北京打拼 长期的两地分居 让夫妻俩的感情名存实亡 所以后来谢玉敏才看上了白宝山 听到这里 白宝山并没有生气 而是伸了伸懒腰 告诉谢玉敏自己并不在乎 他安慰说 去四川的目的并不是他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 只是单纯的想出去散散心 其实他去四川的目的只是想搞一支手枪 手枪短小方便携带 不像长枪一样容易惹人怀疑 不久之后 两人就登上了去四川的火车 旅途中 白宝山偶遇了当年石盒子监狱的御友 此人的名字叫王强 一起坐过牢的关系 让两人大醉了一场 可第二天分别是 王强却偷偷告诉谢玉敏 白宝山曾在新疆服刑时杀过人 然而此时的谢玉敏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来到四川后的白宝山 先后对几个军营进行了踩点 可因为此行没有带真家伙 所以思考再三还是打消了念头 他转而拜托谢玉敏 让他脱关系 想办法给他搞一支手枪 不久后 谢玉敏把一个叫寇军的男人介绍给他 两人随即找了一处僻静的小店 便吃便谈接下来的合作 寇军表示这个世包在他身上 但是因为手头没有现货 他需要专程跑一趟云南去搞 所以需要他先付钱 通过十三年大牢的白宝山 哪里不知道其中的弯弯绕 起身准备离去 搞不到手枪 白宝山便和谢玉敏回到了北京 据时间计算 徐水抢枪案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白宝山认为该次风波已经平息 警方已经懈怠 是时候回砖窑提取回他心爱的宝贝了 这次他故意叫上谢玉敏一起 也为白宝山认为 带上一个女人去取枪 能很好的掩人耳目 而事态的后续发展证明 他再次做出了正确选择 当天夜里 白宝山便取回了他的五六式和八一杠 并向谢玉敏展示 而此时谢玉敏的心中 也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 在白宝山的呵斥下 谢玉敏只能绝口不提枪的是 当夜 两人找了一家小旅馆入住 这时 谢玉敏的作用便发挥出来了 由于白宝山没有身份证 谢玉敏便以自己的身份证 谎称两人是夫妻 骗过了旅馆的前台 次日清晨 两人跑到玉米地 偷掰了好多玉米 并将两把枪藏在了玉米下面 由于担心谢玉敏会被人看出破绽 在进入徐水火车站前 他为他吃下了两颗晕车药 进入火车站后的谢玉敏昏昏睡去 而白宝山庄坐不认识他 另外找了个地方坐下 这时 两个铁路警察走过来巡逻 白宝山看见后 居然还和对方打了个招呼 白宝山微笑着看着对方 又体验了一把老鼠戏猫的快感 然而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两个巡警这时注意到了昏睡的谢玉敏 而他的屁股底下正是那两条长枪 巡警仔细打亮了一番 见他包着头巾 一副标准的浓促打扮 也没有起疑心 看了看后走了 就这样 白宝山带着他的两条长枪 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北京 直到这时 谢玉敏还是一副昏昏欲睡的表情 一问才得知 原来白宝山给他吃的是安眠药 白宝山从第一次到徐水踩点 到平安地把枪取回来 整整用了50天 虽然事情已经办妥 但也留下了尾巴 谢玉敏已经知晓他的秘密 这对他来说是不允许的 因此他决定除掉谢玉敏免除后患 和以前在新疆时一样 他又在山上挖了个大坑 然后跑去告诉母亲 自己已经和谢玉敏分手 给之后 谢玉敏的失踪提前打了个预防针 当晚 他谎称带谢玉敏下馆子 好好请对方吃了一顿 俗话说 人不狠 站不稳 白宝山深知这一点 我知道了 谢玉敏这个傻女人 完全没注意到白宝山怪异的表情 还在和他有说有笑 饭后 他又跑到旁边 给谢玉敏买了根兵棍 还说 紧接着 白宝山移走近道为由 带谢玉敏来到了他的挖坑地点 悄悄从背后掏出了榔头 而此时 傻乎乎的谢玉敏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你怎么不说话呀 见对方一脸的凶神恶煞 谢玉敏赶忙上前一把将他抱住 也正是这一抱唤醒了白宝山残存的一点良知 念及谢玉敏对他死心塌地 白宝山纠结过后 还是放过了他 与此同时 警方在许水的盘查记录里 发现白宝山当时随口编出的身份证号码有误 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 张维震认为 随口爆出的身份证号码 往往是把末尾的几个数字加以改动 而犯罪嫌疑人爆出的出生年月 很可能是真实的 另外 警方根据查找弹底标识 发现子弹的来源地 为新疆 于是 他们开始重点排查1956年出生 曾有过新疆当兵或者服刑经历的人 可幸运的是 由于这次排查是从户籍卡查起 而白宝山从新疆回来后 始终没有上户口 所以 他再次侥幸地从警方眼皮子底下滑了过去 而另一边 得到八一杠后的白宝山认为 是时候开始他的下一步计划了 他以租店面做生意为借口 在北京的各大商场进行踩点 向店主旁敲侧击 每天的营业额 可当发现这些店铺的流水和他的估计相差甚远时 他打消了动手的念头 这晚 他又在电视上看见河北新疾批货市场的广告 那里的生意好像很火爆的样子 于是白宝山又让谢玉敏带他过去看看 可以看出 如今的谢玉敏已经被白宝山制的服服帖帖 不敢有丝毫反抗 然而当白宝山兴冲冲的来到新疾 才知道电视上的广告都是骗人的 这里根本就没广告上说的那样繁华 两人转而又来到南三条批发市场 为了方便踩点 他顺手偷了一辆自行车 然后蹲在一家批发门店对面 一边看着方便面 一边观察着这家店的流水 论打枪 白宝山是一把好手 但要说到搞钱 他的脑子就不太活泛了 一直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去抢银行 在等待了许久后 见批发店的老板骑车离去 他也骑着偷懒的二八大杠追了上去 见对方进入一间四合院后 他赶忙跑回去找谢玉敏药浆 把心爱的八一杠藏在大衣里 为了防止给人看出破绽 还故意抖了抖身子 谁知当他急吼吼地赶回四合院 向一个男孩询问老板家住在哪间屋子时 男孩却说女老板刚刚出去了 这下又是空欢洗衣场 只能兴兴离去 几次行动都没有得手 白宝山并没有像其他罪犯那样 丧心病狂接连不断地尝试 他突然停了下来 冷静地思考和分析 在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里 他眼疾息鼓 像一只蛰伏的野兽 耐心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在蛰伏了几个月后 白宝山终于盯上了得胜门外的 一个烟草二级批发市场 这处市场虽然不大 但每天的交易额却十分惊人 看着烟犯们用成捆的现金 去交易 白宝山的眼睛都看红了 烟犯们似乎早已习惯了 这样的交易方式 对周围的路人 没有丝毫防备之心 这对白宝山来说 无异于是一块 等待宰割的肥肉 回去的路上 他下定决心动手 同时也把逃跑路线 预先走了一遍 第二天一早 他瞒着谢玉敏 悄悄从床下掏出心爱的八一杠 然后装进木盒子里 跑去藏在了烟草市场附近的 一处废墟下面 处于谨慎 白宝山在动手前 再次来到烟室踩点 可这时他却震惊地发现 昨天的那家许基烟店 竟然大门紧锁 关门歇业了 这无异于给了他当头一棒 运气怎么会这么倍 白宝山只能退而求其次 来到附近的另一处 颇具规模的烟店 看见这家也是生意火爆 交易额不菲的样子 他立刻骑着二八大杠返回废墟 取出掩埋在杂物里的步枪 然后回到了刚才这家烟店 听到这里 他只能默默地把枪收了回去 人运气差了喝个凉水 都会晒牙缝 白宝山拉着个老脸 心里挖凉挖凉的 就在他垂头丧气 准备离去时 巷子里的一个流动烟滩 进入了白宝山的视野 烟滩大姐卖力点钱的样子 让蠢蠢欲动的白宝山 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犯罪冲动 他随即进入厕所准备动手 出来时 头上已经套了一条谢玉敏的丝袜 你干啥呀 把包给我 给我 有一条条 烟饭李玉花被白宝山当场击毙 甚至连附近的几个烟店伙计也遭了牵连 杀人后的白宝山一手提着抢来的现金 一手举着八一杠 大不流星的离去 周围的路人都很识趣 一个个乖乖的面壁思过 深怕看见白宝山的真容后被灭口 事后 警方对烟饰里的商贩挨个进行了问话 询问案发前有没有看到可疑之人 可烟饭们表示 市场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 他们光顾着做生意 根本没时间去留意这些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几枚弹壳 弹底标识再次显示器5-81 不过这次的弹痕 和之前系列案件有所不同 经专家分析辩认 确定案犯这次使用的枪械是八一式自动步枪 而这种枪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仅丢失了两支 徐水枪的概率占50% 因此警方决定将该案和之前发生的系列案件串联侦查 当天晚上 白宝山便把自己抢劫烟饰的事情告诉了谢玉敏 称自己开枪打死了个女人 谢玉敏如今虽然对白宝山的犯罪不敢管 也不想管 但听到对方为了钱杀人 他还是埋怨了白宝山几句 谁知白宝山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悠悠的说 不杀人根本不行 你光亮亮枪 不管事 所以我必须开枪 必须杀人 第二天 白宝山带着谢玉敏回到废墟 取回了心爱的八一杠 和共计六万九千元现金 这个数目在九十年代也算是不少了 但比他原先估计的要少很多 因为原本 他是打算打劫市场中最大的两家烟店 可人算不如天算 一家临时关门歇业 一家突然改用支票 可怜了小烟犯李玉华 就这样成了替死鬼 命运这种事情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血案的发生 让北京四面八方为之震动 十指五一驾击 为了震慑犯罪分子 防止他在节日期间再次作案 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 保护北京的各大市场 同时也加强了巡逻警力 见警方对自己的事情如此上心 白宝山也是暗自发愁 不抢干什么 不抢你让我跟你鼓动 那个小板 每天挣个十块八块的 喝西饭 白宝山在得外烟饰得手后 野心膨胀 在短期内几次谋划 抢劫其他市场 加速实现他抢劫三百万的小目标 可人怕出名猪怕状 随着如今警方的彻底炸锚 他的希望也全落空了 这天 谢玉敏把四川老家的来信 交给白宝山 称母亲得病 他要回去看看 白宝山接过后看都没看 不耐烦地丢了回去 在他看来 谢玉敏能很好地 为他的犯罪行动打掩护 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放弃离去 因为此事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白宝山打枪在行 打老婆也是一把好手 没几下 谢玉敏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嘴角渗血 还被白宝山用铁链 捆在椅子上过了一夜 经过这次的殴打和调教 谢玉敏算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之后 见谢玉敏哭得伤心 白宝山又喂了一根胡萝卜 说只要你好好听话 回四川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先要和他去一趟新疆 原来 白宝山在感觉到警方 给他的巨大压力后 决定将犯罪目标转向新疆 因为曾经在那里服刑 他对新疆的环境格外熟悉 离行前 他和家里人吃了一个团圆饭 把和谢玉敏去新疆的事 说了出来 当然 他谎称是去新疆做棉花生意 另外 出于谨慎 他还把抢来的钱分出五万 交给弟弟保管 交代他如果自己需要的时候 会给写信 到时候按照姓名地址 给汇过去就行 五一劫后 正当当局 对烟室抢劫案展开全面调查 忙得焦头烂额事 白宝山却和谢玉敏悄悄离开北京 登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 当然 他把那只八一杠偷偷藏在了包里 进行安全检查是我们的责任 请你把包打开 你没这个权利 两人的大声争吵 惊动了一个铁路警察 见对方腰里别着一支手枪 白宝山只能准备拼死一战 他不动声色地打开了包包 身进去的手又抽了回来 白宝山常输了一口气 而谢玉敏呵斥了他几句 然后赶忙给列车员赔礼道歉 说了几句好话 才把此事糊弄过去 1997年5月13日 白宝山携带枪支弹药 有惊无险地抵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 而谢玉敏则提着大包小包 苦哈哈地跟在身边 俨然已经成了白宝山的小跟班 两人之后便坐上了 开往石户摊的班车 开到半路 白宝山在一处叫花园镇的地方下了车 一位服刑时曾听一位育友说过 花园镇有一处弹药库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补充他手中的弹药 然而当他来到弹药库附近 一打听才得知 弹药库早在一年前就已搬走 无奈之下 白宝山只能坐车继续赶路 汽车于当天下午两点 抵达了终点战石虎滩 白宝山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落脚点 是因为他的育友关天明 在这里一家仓库里给人当警卫 此人每天闲来无事 就和朋友下起混日子 服刑期间 关天明就对白宝山非常崇拜 也相约以后出去 一定要一起干一票大的 如今 见白宝山主动找上门 关天明自然欣喜异常 他将白宝山和谢玉民两人 暂时安置在了自己家里 关天明的父母见客人远到来 摆上酒宴 好好款待了两人一番 饭后 白宝山便以散步为由 试探关天明的想法 他透露自己接下去 准备做点棉花生意 关天明很惊讶 疑惑地问难道 山子哥如今走了正道 谁知白宝山继续说 他是做棉花款的生意 关天明听到这里 一下子就明白了 三言两语 白宝山就收到了一个小弟 而关天明也将成为白宝山之后犯罪活动中一个重要人物 两人找了个地方做下详谈 他给递了一根烟过去 白宝山却摇头拒绝 称抽烟会耽误事 他研究不少案子 很多都是因为抽烟出了事 要抽烟就得把烟头扔下 包括抽什么牌子 烟嘴的特征 这些都会招来麻烦 接着白宝山举了个例子 他之前在军营外 一潜伏就是好几个小时 如果那时候犯了烟瘾怎么办 如果关天明要跟着他一起干 必须把烟解了 关天明也很痛快 最后在狠狠抽了一口后 就把烟头拧在自己手心 向白宝山证明了自己的决心 新疆服员辽阔 地广人稀 白宝山买了一辆摩托车 作为逮捕工具 而关天明也从家里搬了出来 和白宝山租下了一个安静偏僻的院子 当晚白宝山关上门窗 拉上窗帘 然后把从北京带来的八一杠展示 给关天明看 关天明接过后比划了几下 也是对这把枪赞不绝口 白宝山表示 接下去 两人就得努力去棉农那里踩点 为打劫棉花款做准备 另外 光一把枪还不够 他准备再搞一支手枪给关天明使用 时间过得很快 来到新疆的白宝山刚站稳脚跟 就立即着手实施他新的犯罪计划 在此期间 一处武警营地进入了白宝山的事业 他洋装维修摩托车 偷偷打亮着营地门口的站岗哨兵 这晚他和关天明两人趁叶子 偷偷摸到了哨兵背后的农田里 白宝山已经想好 如果能用榔头 从背后偷袭当然最好 万一失败 那就只能开枪了 接上级通知 曾家张监狱 有两名犯人逃跑了 可能迁伏在这一段 就在即将动手前 武警营地加强了巡逻 而且站岗哨兵也由原先的一人 换成了两人同时之勤 见此情形 白宝山没有选择铤而走险 果断放弃了此次行动 和关天明一起从农田里悄悄退去 一个星期后 两人在魁屯踩点时 又发现当地驻军某训练中心的哨兵 配有与他一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 经过精心策划 两人几天后乘搬车来到魁屯市 做好了袭击驻军训练中心的准备 白宝山让关天明在外把风 自己则从训练中心后强豁口处翻了进去 他原本打算摸到哨兵背后给他一榔头 可谁料还没靠近 就被一个晾衣服的士兵发现了 简行即败露 白宝山二话不说 扭头便走 见来人鬼鬼祟祟的跑了 士兵连忙跑回营地 把刚才的发现报告给班长 班长听后立刻带领几个士兵追了上去 不过这时的白宝山早就和关天明逃之夭夭了 这次事件没有和士兵产生直接冲突 营房内也没有丢失任何物品 所以没有引起军方和警方的重视 可就在回去的路上意外再次发生 官天明不停地解释 但警察根本不听 在搜查了官天明的跨包后 警察又命令白宝山接受检查 一声枪响过后 拦路检查的民警吓得跳上车和同伴落荒而逃 而白宝山、官天明两人也赶紧从另一个方向跑了 两位警察回到派出所 把与持枪歹徒遭遇的情形报告给所长 次日一早 当地公安人员来到案发地点搜查 结果并未发现弹壳 多年未发生射枪案件 所以此案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 此时已经在戈壁滩上行走了整整二十个小时的白宝山和官天明 正坐在一处沙丘上修行 谁 白宝山抬手就是一枪将来人击倒 谨慎多矣的他本以为是昨晚的警察派人来追 可其实眼前的这个人只是恰巧路过 事已至此 白宝山也没有心软 抬手又捕了一枪送路人归西 两人手忙脚乱的将财物搜刮了一遍 然后就草草埋在了一处乱势堆下面 由于戈壁滩地广人稀 这具尸体至今也没有被人发现 下午时分 两人抵达了石盒子下辖的北野镇 准备在这里搭乘搬车回家 可突然白宝山发现了一处大门紧锁的仓库 墙上还拉着高高的电网 他顺手捡起一块砖头向着眼门砸去 只听见里面传来了几声狗叫 白宝山告诉关天明 他曾经耗子里的一个御友 就是因为盗窃北野镇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判的刑 而根据今天的现场情况判断 那座仓库就是御友提到过的武器库 一番商议过后 两人当即决定盗窃武器库 他们脱熟人打造了一根粗大的撬棍 用来撬武器库的大门 几个小时后 北野镇当地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 称武器库里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 接到报案 警方立刻派人赶到了现场 可就在半年前 由于兵团对民兵武器进行集中管理 所以武器早已被运走 如今这里变成了专门存放气象物资的仓库 白宝山的盗窃并没有如愿以偿 倒是两头看家护院的狼犬被他开枪打死 由于人影库里的设备器材并没有丢失 警方认为犯罪分子的动机是为了吃狗肉 所以就把案件当作一般的治安事件予以淡发处理 而另一边 白宝山躺在床上哀声叹气 北野镇武器库铺了个空 芳草户武警加港 奎屯的哨兵也没有摸成 回来路上不仅杀了人 还向警察开了枪 他来到新疆后可以说是诸是不是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谢玉敏告诉了白宝山一个好消息 他在和邻居大妈聊天中得知 乌鲁木齐有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 很是热闹 那里的人钱多的都要用麻袋来装 谢玉敏想去看看能否在那摆摊做点生意 听到钱这个字 白宝山顿时来了兴趣 就同意陪谢玉敏一起去看看 次日白宝山就随同谢玉敏来到了乌鲁木齐的边疆宾馆 边疆宾馆在改革开放后 逐步成为新疆最大的边貌市场 来自国外的各路客商 会带着美金来到这里 大宗购买本国需要的锦俏商品 所以当地人也做起了换汇生意 他们直接拿着成捆的现金 招摇过市到处询问路人需不需要换汇 而白宝山来到这里 简直就像耗子进了米缸 几千万也可以 这几个字听在白宝山耳朵里实在是太有人了 回到石库滩后 他便取消了打劫棉花款的计划 和关天明商一起打劫边疆宾馆的事 而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他们还需要一支短枪和八一长枪配合 短枪灵活 方便携带 在抢钱的时候特别好使 白宝山询问关天明 有什么路子可以搞到手枪 关天明表示 在新疆警长以上的人 人手一把手枪 于是白宝山便让他在接下去的几天里 物色一项目标 经过几天的踩点和打听 关天明罗列了三个作案目标 一个派出所所长 还有两名警长 其中两人就住在石户滩 白宝山认为兔子不吃窝边草 就排除了这两人 把目标定在了一个叫贺之斌的警长身上 作案前 他们还必须搞一辆摩托车 自己的那辆肯定不能用 怕作案时被人认出来 于是两人蹲守在路边的草丛里 准备打劫一辆摩托车作为逮捕工具 别动 下 不 不 大哥 你要车我给你车 千万别撒我 我还有老婆孩子 别说废话 下去 别这样大哥大哥 别这样 你要什么我给你给什么 不不不 地面还在家等我 不 不 就因为一辆摩托车 无辜路人丢失了性命 之后 白宝山和关天明 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 在路边的草丛里挖了个坑 就把尸体给埋了 有了作案用的摩托车后 白宝山开始准备 对付警长贺之斌的行动 说来也是很巧 贺之斌和关天明的弟弟关天君 关系很不错 对方经常会来照顾关天君的烤肉摊生意 于是 白宝山和关天明大摇大摆的 来到东复城派出所 一边观察地形 一边拜托贺之斌帮忙物色烤肉摊 需要的肥羊 待人热情的贺之斌 连忙笑着答应 殊不知 他自己才是那只肥羊 这时 两人也看到了贺之斌的腰部 的确别着一只手枪 这正是他们的作案目标 两人决定在贺之斌 值夜班的时候动手 这晚 白宝山轻轻抚摸着心爱的八一杠 似乎这把枪 早已饥渴难耐 关天明这时有点犹豫 对方毕竟是自己弟弟的好友 为人还这么热情好客 他实在于心不忍 可白宝山告诉他 人不狠 站不稳 干这一行绝不能心思手软 留下一个活口 不然遭殃的只是自己 1997年8月7日晚 白宝山和关天明 在东复城派出所外 整整敦守了一个晚上 当终于确定 派出所值夜班的 只有贺之斌和另外一名警察是 他们动手了 连续四声枪响 警长贺之斌和警员 史春生被当场打死 白宝山一手打造的死亡名单里 又贴了两条无辜性命 而招惹霍音的 就是贺之斌 一直别在腰间的这支手枪 白宝山在离去时 还不忘把电视和电灯关上 假装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次日一早 警察们和往常一样来到派出所上班 然而始终没有人发现 昨晚发生在值班室里的事情 开会时 所长还询问贺之斌和史春生缺席的事 下面警员解释 可能两人昨晚值班太累 现在还在值班室里睡觉 所长听完也没在意 默认了两人的行为 直到傍晚时分 附近一家音像店的老板找上门 向贺之斌索要租借的录像机时 才看见了值班室里的血腥一幕 听闻两个警察在派出所被害 警方立刻组织了大批人马赶到现场 经过一番仔细勘察后发现 两人随身携带的传呼机和现金上载 但贺之斌的配枪已经不翼而飞 另外 他们还在地面找到了几枚弹壳 弹底标识 围75-81 这和北野镇武器库现场发现的弹壳一致 然而 因为新疆和北京距离太远 警方尚不知晓 发生在两地的血案军使用了同一种子弹 而另一边 百宝山河关天明 为了毁灭证据 将作案用的摩托车推进了一条小河 之后 两人又马不停蹄 对边疆宾馆发起了踩点 在距边疆宾馆900米的新疆大学小树林里 百宝山秘密挖掘了一个 用于藏枪和储存赃款的坑洞 对于这次作案 两人已经做好充足准备 动手前一天 关天明向百宝山提出了一条建议 作案时没必要直接开枪 他们可以先搞两套警符 然后以查身份证的名义 将作案目标带出市场 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再下手 说完 关天明又掏出两个证件 这两张执勤证 是那天夜袭派出所 从贺之斌和史春生身上搜刮而来 只要贴上自己的照片 那假扮警察的事 就绝技无人能看出破绽 关天明自作聪明的举动 没想到遭来白宝山 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他能证明你是警察 他只能证明你是杀人犯 是杀害贺之斌的凶手 不会吧 咱们又不让警察看见 看见 看见就完了 白宝山让关天明赶紧把直勤正烧了 避免引火上身 谁知愚蠢的关天明嫌麻烦 随便找了个垃圾堆 就把证件给丢了 这也为之后的侦破工作埋下了伏笔 8月19日上午11时许 白宝山官天明各带一副墨镜 来到了边疆宾馆准备作案 而他们的打劫目标正是游走在宾馆附近 专门向国外客商提供换汇服务的当地人 在经过一番踩点后 两人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休息 这时旁边走来了一老一小两个钱贩子 手里各自捧着一个硕大的包包 白宝山不动声色的上前观察 果然两个包里都装着大量的现金 见此情形 他掏出手枪交给关天明 让他先动手 自己择持长枪在旁掩护 谁知关键时刻 关天明却怂了 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 无奈之下 白宝山只能亲自动手 在抢到了其中一个包后 白宝山并不感到无奈之下 在抢到了其中一个包后 白宝山并不感到无奈之下 满足 而是向小年轻逃跑的方向追去 对于旁边的路人 只要是胆敢挡路的 白宝山也不管对方是不是有意帮忙 直接抬手就是一枪 而那个小年轻也没有逃脱恶运 在卡车间来来回回躲猫猫时 还是被白宝山发现了行动 抢夺到现金后 白宝山提着八一杠 大不留心的离去 这时市场的群众 在两个保安的带领下追了上来 想将白宝山抓住 但他对着天空就是一枪 吓得一群人纷纷找地方躲避 可等他走后 这群人又大呼小叫地追了上来 喊话的保安被白宝山一枪击中 可旁边工厂里的工人 因听到他的呼喊 赶紧从里面冲出来看饿了 结果阻拦了去路 被白宝山视作威胁 被他开枪当场击毙 死得不明不白 之后他来到了新疆大学的校区里 而那群群众还在保安的带领下继续追赶 不过此时的众人也不敢直接上前 只是一边大喊抓坏人 一边紧紧地跟在身后 只要他举枪回头 对方就全部缩了起来 而等他继续赶路时 这群人又像狗皮膏药一样 继续跟上来 怎么也甩不掉 这让白宝山很是恼怒 两个新疆大学的学生 也为听到保安喊抓坏人 也不知轻重地追了上来 然而 此时的白宝山为了甩掉这群尾巴 在小树林附近设置了第二杀人现场 他埋伏在门朵后面 等人群追进门时 突然跳出 于近在咫尺的地方再次开枪 将追在前头的两名学生当场打死 之后 一群人便再也不敢追赶 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发生 震惊了吴氏 案件杀人之多 危害之大 影响之恶劣 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也让巫视的警察彻底炸了过 在领导的指示下 大批警察和武警官兵赶赴现场 对尚未走远的犯罪分子发起搜捕 白宝山在边疆宾馆和之后的第二杀人现场 一共开枪打死七人 打伤五人 抢劫赃款 共计一百四十余万元 得手后 他并没有像警方猜测的那样 着急离去 而是和关天明一起 把抢来的现金 藏在了事先挖好的坑洞里 为安全起见 白宝山还另外把枪支藏在了一处废弃工厂后面 做完这一切 两人跑到边疆宾馆附近的游乐场里 逍遥地坐起了摩天轮 看着不远处大量警车呼啸而至 此时的白宝山得意不已 而另一边 警方在案发现场捡到了白宝山丢弃的白色装枪袋 在警犬的引领下 打批鹤枪实弹的武警立刻追了上来 可追到新疆大学的小树林的警犬 并没有发现白宝山藏匿的枪械和脏款 而且警犬之后也出现判断失误 没有引领警方追往白宝山藏匿的游乐场 而是来到了一处人声鼎沸的菜市场 之后便再也嗅不到犯罪分子的气息 下午三十许 白宝山和关天明装作互不相识 一前一后离开游乐场坐班车回到了石户滩 根据事先拟定的方案 回到石户滩的两人来到烤肉滩吃起了烤肉 此时发生在边疆宾馆的新闻已经传开了 为了制造没有出门的假象 白宝山还加入了他们的讨论 案件发生后 警方把乌鲁木齐围成了一个铁桶 到处都是设夹检查的武警 此时的关天明却沉不住气了 非要在这时跑去取钱 可白宝山告诉他 现在风声太紧 等过段时间事件平息后再去取不迟 但这番话听在关天明儿里 却听出了不同的味道 三哥 你说的话的意思 是不是有点嫌弃我了 抢劫到一笔巨款 白宝山却按住不动 此举引起了关天明的极大不满 他之后多次催促白宝山去取款 白宝山怕事情败露 所以起了杀心 几天后 他冒险带关天明前往巫市 沿途到处都是设夹检查的军警 白宝山此行的目的有二 一是向关天明证实 现在风声仍然很紧 他们无法在警方眼皮子底下 把钱取回来 二是顺便把手枪取回来 为之后杀死官天明做准备 发生在巫市的特大持枪抢劫案 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注意 犯罪分子的残忍手段和精准枪法 与发生在北京的系列案件相似 经过联系 证实在巫市凶案现场发现的弹壳 弹地标识同样为期五杠八药 北京警方想要几枚弹壳过来做弹痕检测 没想到这一要求遭到了巫市警方的拒绝 也为政治上的某种原因 巫市只想自己搞定该案件 不想引起北京高层的注意 不过之后 在处长刘春阳的一再努力下 巫市终于还是同意了请求 几天之后 巫市的办案人员便携带弹壳飞到了北京 经过技术专家鉴定 证实弹痕和北京的系列案件一致 均为同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发射 于是警方立刻组成专案组 飞赴新疆乌鲁木齐和当地的警方会合 准备联手侦破此案 据边疆宾馆案发生一个月后 白宝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这天他向关天明提议去风景区晚几天 然后直接去乌鲁木齐取钱分赃 再坐火车返回北京 对此关天明欣然同意 第二天他暗中准备好了榔头和汽油 便和关天明谢宇敏两人来到了风景区 趁对方不注意 白宝山从背后偷偷摸出了榔头 对于白宝山这个人 关天明其实早有戒心 之前白宝山做暗事的凶残 令关天明不寒而栗 所以白宝山这一击并没有得手 见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杀意已决的白宝山掏出手枪连开四枪 才终于将关天明击倒在地 凶残的白宝山追上去用榔头补了好几下 再把汽油倒在关天明脸部 点上火柴来了个毁容 这样就算之后有人能发现尸体 也不会和失踪的关天明联系上 除去了这一祸患 白宝山便和谢玉敏来到新疆大学附近的小树林里 把钱和枪都取了出来 对于这把八一杠 试枪如命的白宝山并没有留恋 他很清楚只要这把枪还在身边 他的犯罪脚步就一刻也不会停歇 被警方抓获也是迟早的事 所以他忍痛将八一杠拳拆成零不见 分开掩埋在了土里 之后白宝山便穿着装满现金的马甲 外批大一和谢玉敏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而另一边 警方的侦破工作终于有了进展 这天 一个石户滩的环卫公捡到两张证件 键上面写着不许一诗 捡到要上交的字样 环卫公便把证件交到了当地派出所 而这两张证件正是白宝山先前执意 让关天明烧毁的执勤证 两名警察在东复城被杀 证件却出现在了石户滩 警方由此推断 犯罪分子的老巢很可能就在石户滩 另外 白宝山遗留在凶案现场的装枪袋也不一般 这个袋子并非由工厂里的机器生产 而是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结合执勤证这条线索 警方对石户滩的缝鞋匠进行了大规模走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久之后 袋子终于被一个小孩认了出来 小孩表示 当时买袋子的一共两个人 一高一矮 高的那个大概一米八左右 警方立刻叫来了北京来的专案组 刘维震对着孩子讲了几句北京普通话 小孩当即表示 那个高个子的口音就和刘维震的一模一样 警方分析 犯罪分子先在北京作案 之后因为北京风声太紧 就又跑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新疆 而且子弹来原地也佐证了这一猜想 所以 此人很可能在新疆服过刑 警方在对石盒子监狱囚犯的档案 进行了查队后 发现了一个叫白宝山的囚犯 户籍地围北京 年龄和出狱时间 也和之前的系列案件对得上 但监狱方表示 此人的身高有近一米八 这就让警方产生了疑虑 因为根据之前现场提取的足印分析 犯罪分子的身高应该在一米七二左右 巨大的差距 让警方放弃了对这条线索的继续查这点 一个武警支队长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手下的一个退役武警表示 有一个北京来的劳改犯曾向他讨要过子弹 警方于是立刻找到了这名退役武警 这犯人叫什么名字 叫白宝山 他们一块来的两个人 另一个也是在西安监狱服刑的 是本地人 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 据武警刘建设回忆 白宝山当时来找他买子弹 谎称是拿去北京老家打野猪 可刘建设不傻 知道北京哪有什么野猪 就没有卖给他 而当时 白宝山是根据一个叫维星的犯人找到他的 紧接着 办案人员又立刻找到维星 从其口中 警方终于得知了另一个作案嫌疑人叫关天明 据之后 查证发现 白宝山和关天明租住在石户滩的一个农户家里 不过两人如今早已不知去向 警方也曾向关天明的弟弟关天君追问他哥哥的行踪 但关天君表示 关天明已经失踪很多天了 不久之后 风景区的两个牧民发现了一具脸部被烧焦的尸体 警方在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后猜测 此人很可能就是失踪的关天明 死亡原因可能是作案后的分赃不均 这个猜测也在关天君那里得到了证实 在对照片进行了仔细辨认后 关天君伤心地哭了起来 照片中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正是他的哥哥关天明 之后 关天君便把知道的事情全说了出来 原来 关天明早就对白宝山起了疑心 所以在去风景区前 他向关天君交代 如果自己一个月内回不来 就让关天君去向警方报警 关天明留有后手 他把白宝山的北京住址写在一个笔记本里 放在父亲那里保管 于是警方立刻来到关天明父亲家里 找到了那本笔记本 上面不仅写着白宝山的地址 还写满了关天明和白宝山的犯罪经历 至此发生在北京新疆两地的系列案件 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根据掌握的线索 白宝山很可能早已潜伏回北京 他们的猜测没错 在关天明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天 白宝山就和谢玉敏回到了北京 白宝山认为他的新疆的案子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已经大功告成 此后他可以好好的把握住这一大笔财富 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这一刻对他来说无疑是幸福的 他已经从穷光弹一跃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然而他绝没有想到 找武警刘建设买子弹这件事 给他留下了巨大隐患 回到北京后 白宝山信守之前的承诺 给了谢玉敏一大笔钱 放他回四川老家 而他准备拿着剩下的钱好好孝顺母亲 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天白宝山在家看电视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外敲门 民警不想在家里直接动手 谎称半户口 想把白宝山骗出去 可白宝山是何等狡猾的一个人 只见他神情自若的一边穿衣服 一边伸手掏出了从新疆带回来的手枪 白宝山本想被水一战 可这时老母亲却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白宝山很孝顺 他不想当着母亲的面行凶 更怕动手时会误伤母亲 所以他又把手枪推了进去 然后眼含泪光的和母亲做了最后的道别 就这样 恶贯满盈的白宝山一出门 便被外面埋伏的警察直接拿下 在其家中 警方搜出赃款113万元和540手枪一支 而白宝山也对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远在四川的谢玉民也没有逃脱惩罚 警方之后便找上门 将他直接带走 最终谢玉民以抢劫罪 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至此 中国刑侦一号案终于告破 1998年4月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 白宝山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